花了四年在台灣這個地方 台灣人對外國人都親切 很喜歡住在台灣 Roberts Johnson Black Blues Singers It's very classic old blues 拿著黑膠唱片 聊起最愛的藍調音樂 來自德國的白金石 來台灣教書五年 折磨放假最喜歡逛唱片行 找靈感 因為走出校園後 他還有另一個身分 街頭走唱歌手 彈著吉他唱出異鄉人的寂寞 六年前白金石放棄 德國教師的高薪工作 隨妻子回台北定居 一開始語言不通 加上求職碰壁 低落的心情全靠寫歌抒發 有一個時期 在台北的購買 但人們沒有購買 所以我去購買 我買了所有的照片 我找到了 然後我變成這樣 因為我沒有認識 在桌上 沒有人認識我 我感到憲憂 來台灣一年後 白金石慢慢適應新生活 體驗寶島的人文風情 台灣路邊小吃盛行 廟宇香火鼎盛 這些景象在白金石眼裡 都是特別的台灣味 台灣人在開放 你每次吃新的食物 在德國是禁止的 有很多香氣 小的寺院 商業 研究金錢 所以總是有些事情發生 白金時說 台北就像個不業城 走在路上永遠不會感到寂寞 但龐大車流量衍生的交通亂象 讓他至今只願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因為在德國 你如果要去判斷 你如果要擁駕駛駛 有兩種車輛在德國的車輛 但這裡你會看到 每個人都在 看起來像是喇叭 但後來你會看到它會有意義 所有人都要給互相關注 白金石現在在台北歐洲學校 教英法德三語 談到台德兩國教育差異 他說台灣學生習慣服從體制 相反的 德國學生積極追求知識 把老師當成競爭對手 教學們在英國學校和學生 學生在學校的學生 學生在學校做什麼 但他們學習了什麼 但是學生在學生中 我覺得他們教英文不太好 因為我和年輕人說 他們在學校五年在學校 他們不能製作文字 卸下教師身分 最喜歡背著吉他 盡情在街頭演唱 白金石從十三歲開始 就在德國 法國各地走唱 雖然擁有豐富的表演經驗 但回鄉起早期在台灣演出 還是遇到不少麻煩 汽車的聲音 就要比車的聲音 車輛 警方的聲音 有些人的聲音 有些人來自然的聲音 給你一個困難的時間 譬如有一個場景 在那裡有一個場景 人們睡覺 人們的整個日子 但如果你們來這裡 他們會惹怒 而不接受 我們曾經叫警察 因為他們開始把事情放在我們 在台北街頭演唱 帶給白金時許多難忘回憶 也讓他結交不少音樂同好 跨越年齡和語言 組成搖滾樂團 最近還發行唱片 在音樂路上邁進一大步 熱鬧的西門町街頭 路過民眾停下腳步 隨音樂節奏搖擺 一手手西洋經典歌曲 帶動不同世代的聽眾沉醉其中 老一輩的人說 聽白金時唱歌 常會回想起舊時光 白金時用真誠的歌聲 唱出對音樂的熱情 也拉近與台灣人的距離 中央社記者紅黃軍 簡宇綺台北報導